我們來討論這個肥皂的去污原理 肥皂去污原理我們就拿上一個影片做的 我們用牛油做成肥皂 就是那個脂肪酸 牛油做出來的那個肥皂 是等於R COO MA R 是一個長鏈的不清水的 不容易水的 有的話不容易水 這一部分是不容易水的 R是什麼東西呢 R就是這個 R CM H 加1 COO COO NA 牛油 這個N是等於17 17 這個是35 17乘以2 35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長的一個長鏈 那這個呢 這個是酥水的 所謂酥水就是說 它遠離水的 這一段是清水的 它會把油包出來 這個東西我把它畫成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 H 這個是清水的 這是NA的部分 然後這個 它會把那個油 把油滴給它包起來 這邊是清油的 酥水 酥就是這個酥啦 酥裡的酥 酥水 然後把它包起來 然後把它包起來 包起來 然後把它包起來以後 它就從 可以從那個什麼呢 從那個我們那個衣物 衣物不是有那個棉絮嗎 衣物有棉嗎 那裡面有油漬啊 然後我這個回照的話 就可以把它包起來 把它包起來 把它抓出來 抓出來的話 就可以去污了 這個就是它的去污原理 這是NA的部分 這個NA 它有極性 那我們曉得這個 水的話 它也是極性分子 它是H 它也是極性分子 所以的話 它會跟那個極性分子的話 會互相吸引 所以這邊呢 它是清水的 這邊是酥水的 它沒有極性 它相當於是電中性的 所以可以把那個 把油的話慢慢把它 把它拉出來 把它拉出來 把它拉出來的話 那這樣的話呢 這個衣物就可以洗乾淨了 這是它的去污原理 好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肥皂的使用限制 肥皂在這個 硬水或 那個 鹽水裡面 容易產生無法溶解的沉澱 而降低清潔去污的效果 什麼叫做硬水呢 硬水就是說 含有那個鈣離子 還有金屬 還有金屬離子 鈣離子 這種的話呢 都是硬水 那這個硬水的話呢 會使得什麼呢 使得這個脂肪酸 沉澱 那這樣就不易去污 那這個功能的話 它這個作用就跑不出來 那這樣去污效果的話 就比較不好 那這個硬水我們要怎麼處理呢 我們先給它加熱 加熱的話 它會有一些沉澱 就是所謂的 碳酸鈣 碳酸免會沉澱 沉澱了以後的話 裡面這個水沒有鈣離子的時候 那這樣的話肥皂使用的話 效果就會比較好 那這個有這種離子我們叫 硬水 那給它煮一煮以後 這個鈣離子跟鎂離子的話 沉澱了以後 那我們使用叫軟水 軟水的話 它用回照來使用的話 就容易去污 那硬水的話 就不容易去污了 好啊還有第二個 第二個它說 回照水容易 它是呈鹼性的 這個鹼性 能溶解動物的纖維 就是說這個動物纖維 實際上它是有什麼呢 它本質上也是一種蛋白質 蛋白質的話 遇到那個鹼 它會變性 它變性的話 那你 那因為這個 這個什麼 濕脂品的話 濕脂品的話 它那個什麼呢 它是由動物纖維形成 就是由蛋白質形成的嘛 那有毛脂品它也是蛋白質形成的 那你如果呢 用什麼呢 用那個回照去洗的話 那這個什麼呢 這個 這個衣服的話 就容易的話呢 容易洗壞掉 容易洗壞掉 動物纖維它是蛋白質 在檢視溶液中 會改變呢 它的那個化學性質 會改變呢 蛋白質的化學性質 這個有個名稱叫做變性 讓化學性 讓化學性 讓化學性質 讓化學性質 讓蛋白質變性 一個什麼呢 一個變性的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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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個雞蛋有沒有 雞蛋有沒有 雞蛋的話呢 它本來是 本來是 濃稠狀的 那也是透明的 但至少蛋白質透明 你把它煎一煎的話 蛋白質很白色 那個你就知道它變性 好,就這樣子